第115章 苦肉计 上 退婚 马群猛然站起身 激动地道 不行 绝对不行 这倒不是周围轻骄他的了 虽然他对乌鸦这庞大的身躯 真的有些难以接受 但要说退婚 他也是绝不会做的 先不说这份婚事 关系到两个族群的感情 更为重要的是 他知道 一旦乌金族的女人被退婚 那么 是要遭受一种极其严厉刑法的 乌金族的规矩是 不问任何原因 只要被退婚的女人 就是被证明不真 别说乌鸦不可能再成为 乌金族组长继承人 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马群虽然自问 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也不能毁了人家姑娘的一生啊 这也是为什么 他当初选择的 不是退婚 而是逃婚了 乌鸦冷冷地看着他 为什么不行 你既然不喜欢我 我给你自由 马群用力地摇着头 心中刚好想到了 周围轻教给他的第三条计策 之前他还有些犹豫 现在是绝不能再继续犹豫下去了 乌鸦 当初我逃婚离去 所有错误都在我 因为那时候 我根本没想清楚 为什么要结婚 也不喜欢这种两个族群的联姻 自从来到这边以后 我已经渐渐想清楚了 不论是你还是我 身上都肩负着一份责任 尤其是 当我来到外面这个世界 看到人类天猪师们那么强大之后 更是对自己以前的懒惰身物痛绝 我在努力了 努力修炼 而且 我也想好了 等我的修炼有成 至少不比你差太多的时候 就回去找你 不论怎么说 我总要配得上自己的女人 刚才我看到你的那一刻 真是惭愧的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你们乌精族人 是不会轻易离开家的 除了是出来找我之外 我想不到第二个理由 你一个女孩子 能够出来千里寻夫 我真的很感动 对我之前犯下的错 我不知道该如何弥补你 我只是希望 你能给我一个了解你 补偿你 爱上你 宠着你的机会 说到这里 马群惨然一笑 我知道 做错是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 给我这个机会 那就让我来保全你的真结吧 至少这样 也算是一种恕罪 一边说着 马群的右手猛然抬了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 他手中已经多了一柄短刃 毫不犹豫地 直奔自己左胸心脏位置扎去 马群刚才说的这番话 都是他的肺腑之言 而周围青交给他的第三招 就叫做苦肉计 周围青明确地告诉他 如果进屋之后 乌鸦没打他 那就证明他 对他还是有感情了 配上苦肉计 必能成功挽回 用不用就看他自己的了 马群刚才对乌鸦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突然心中一阵难受 看着面前渲染玉气的乌鸦 他这苦肉计 瞬间就变成了假戏真做 要知道 周围青是让他刺幼胸的 又胸不致命 可他却直接换成了 自己的左胸心脏位置 对于乌金族来说 如果丈夫死了 那就不影响女人的真结 还可以再嫁 马群此事要做的 就是要用生命的代价 来保全乌鸦的真结 你干什么 眼看着马群毅然决然地将短刃刺向胸前 乌鸦的心几乎是瞬间就软化了 双手猛然一抬 挡住了马群的手腕 他对马群的实力 还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两人手腕碰撞在一起 乌鸦立刻就判断出 马群是全力以赴的 绝不是在作戏 由于用力极大 再加上速度快 马群手中的短刃 还是刺入了胸口肌肉一点 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乌鸦慌忙抢过他手中的短刃 就要忙着帮他处理伤口 在这个时候 马群就表现出了他 绝不逊色于周围青的炮妞能力 猛地一拉乌鸦 紧紧地将他搂入自己怀中 用尽全力抱着他 仿佛生怕他跑了似的 以马群的力气 这种全力拥抱在女孩子身上 恐怕也就只有乌鸦 能够在不使用天力的情况下 坦然受之了 院子里 云黎站在周围青身边 低声道 马群那小子不会有事吧 那妞可是很猛啊 刚才他可是清楚地看到 乌鸦在对付那些黑衣人时 展现出的彪悍实力 这几天 乌鸦刚好也突破了四珠境界 加上他那一身彪悍无比的力量 和乌金图神斧 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周围青黑黑一笑 道 有没有事 就要看他能得到 本情圣的几分真传了 云黎不屑地哼了一声 还情圣呢 连女朋友都丢了 自己一个人跑回来 站在另一边的林天敖 有些惊讶地看向周围青 他突然感觉到 以前那个坏坏的 带着点猥琐和色狼模样的小无赖 周围青似乎又回来了 周围青和林天敖 彼此之间是很了解的 看着他的眼神 周围青笑道 虽然今天被赶出来了 但我也得到了一个最好的消息 我们天公帝国的皇室 还没有被全灭 我父亲 他们至少还活着 当下 他将彩彩告诉自己的情况 简单地说了一遍 十年 我们有机会 林天敖沉声说道 周围青用力地点了点头 一定有机会 未来的十年 将是我们共同崛起的十年 吃了我的 要给我吐出来 拿了我的 要十倍偿还 正在这时 他们刚好听到房间内 传出的乌鸦 那一声惊呼 云里脸色一紧 怎么办 周围青好整以侠地微笑道 成了 不用管他们 马群这家伙 天赋很不错呀 从乌鸦那声惊呼中的担忧 周围青就能听出来 马群的苦肉计很成功 苦肉计都成功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 接下来该如何做马群 自然不需要别人再教了吧 碰 碰 碰 院门响起 不用周围青说 小四已经一个剑步窜了上去 一把拉开了院门 其他人也都保持着警惕 毕竟 之前那些黑衣人 究竟是什么来历 谁也说不清楚 要是斐利帝国 真的准备对付周围青 凭借他们这些人 是毫无希望逃走的 外面 足有十几个人 带头的正式脏浪 还有他那些光头兄弟 和其他几个人 不过 实际的数量 要比脏浪之前 说得少一些 算上他 一共只有十二个人 看到院子里 已经有了这么多人 脏浪也是愣了一下 带着他那些兄弟们 赶忙走了进来 周老大 我们来了 脏浪一直走到周围青面前 才停下脚步 有些羞残的道 本来不止这些人的 只是 其他人听说 你被赶出了学院 所以 周围青淡然一笑 道 我明白 你能带来这么多人 我已经很惊讶了 脏浪深吸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在周围青面前 他总是能感觉到 一种特殊的压迫感 周老大 我们这些人 毕竟是要做你终身追随者的 除了我以外 其他人都是体著师 能够追随一名凝行师 是我们的幸运 只是 我们人数这么多 大家有些担心 你能不能为我们 都配上凝行卷种 你看 毕竟是终身追随 而且是有契约封印限制的 脏浪也不得不谨慎 他要对跟随自己的 这些兄弟们负责 当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有些不敢看周围青的眼睛 坦白说 当周围青这次 被迫离开学院的时候 他心中也有些犹豫 但凝行师的吸引力 终究还是太大了 尤其是周围青 这么年轻的天才凝行师 但是 当他来到这里 看到院子里 还有这么多人的时候 就开始担心自己 和兄弟们 能否顺利获得 周围青的凝行支持了 站在一旁的云离 美好气得到 他一个人不行 难道加上我还不行吗 脏浪之前过于紧张 并没有注意到 不远处的云离 此时看到他竟然 也在这里 不禁愣了一下 云老师 您也在 云离自从进入 斐力皇家军事学院以后 平时可是极为高傲的 远不是他们这些学员 所能接近 他只对平民一般的学员 有些指点而已 云离瞥了周围青一眼 淡淡地道 他是我老板 他在哪里 我自然在哪里 你以为追随着 就你们这几个人吗 周围青微笑道 多了这么一个高级凝行师 你们总可以放心了吧 没等脏浪点头 云离已经不满得到 什么叫高级凝行师 我的老板 我可是已经进阶大师级了 这一次轮到周围青惊讶了 这么快 云离洋洋得意地道 本来我就快突破大师级了 再加上和你切磋一番 这些日子 经过我的刻苦努力 终于成功突破 不到三十岁的大师级凝行师 你见过吗 我一定会比你更早达到神师级别 到了那时候 没准你就要做我的追随者了 周围青看着他 突然正色道 云离 我觉得吧 一个人过于自大 不利于修炼 更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 我决定打击你一下 小迷惑 第115章 苦肉剑 钟 小胖哥哥 干嘛 豆豆蹦蹦跳跳的 就来到了周围青身边 周围青像是变戏法一般 手里瞬间就多了一根鸡腿 做个好点的卷轴 给这位哥哥看看 然后吃鸡腿了 好啊 好啊 一看有的吃 小迷糊顿时连眼睛都亮了起来 也未见他如何动作 一张凝行指 就已经飘在空中 就在那凝行指 在空中飘动的刹那 突然间 一共四道不同颜色的光彩 同时亮起 其他人所能看到的 就只是小迷糊手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四根凝行笔 左右手各两根 然后在他面前的凝行指上 上下翻飞 一蹴而就 仿佛那所有的采光 在一瞬间 就凝结在了那张凝行指上一般 最多只是三次呼吸的功夫 突然间 金光一闪 那张凝行指 就已经朝着云离飘了过去 而小迷糊手中的四根笔 也随之消失不见 手中却已经多了那根 之前还在周围亲手里的鸡腿 当那张凝行卷轴 落在云离手中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已经傻住了 难难地道 无射级凝行 虚空凝行 这 这是大师级凝行卷轴 不论是无射级凝行 还是虚空凝行 都是凝行诗 极为高端的技巧 而且只有那些 有传承的凝行诗 才有可能学到 云离自然也知道练法 可他更清楚 自己距离这一步 还远得很 就算是以后冲到了宗师级 也未必能够做到 他虽然已经突破到了大师级 但想要制作出 大师级凝行卷轴 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成功率很低 而且费时费力 哪能像眼前 这个小姑娘这样 挥洒自如 刚才他还在宣扬 再问周围青 有没有见过三十岁以下的 大师级凝行诗 眼前这姑娘也是大师级 而且是比自己高深 不知道多少倍的大师级 可他有没有二十岁 都是问题吧 一时间 云离已经被完全震惊了 周围青黑黑一笑 道 逗逗也不到三十岁 而且 人家可是快要晋级宗师级了 云离老师 骄傲使人退步 你可要努力啊 其实 周围青自己也不知道 逗逗制作凝行卷轴的能力 那么恐怖 他也被吓了一跳 只不过因为之前痘痘所显露过的 七珠修为 令他有些心理准备 所以他才要比云离好得多 除了云离以外 另外待着在那里的 就要数脏浪十二人了 三位凝行诗 竟然是三位 而且还有一位 即将冲击宗师级的凝行诗 虽然周围青 没有向他们说出 任何一句保证的话 但是 在这个并不大的小院子里 竟然同时出现了三位凝行诗 其中一位 还是即将冲击宗师级的 还需要什么保证吗 要知道 在整个浩渺大陆上 宗师级凝行诗 在任何地方 都是无比崇高的存在 凝行诗的等级不多 但每一级的提升 都要比天珠师 不知道困难多少倍 尽管脏浪对周围青的估计 已经很高了 可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那么高傲的云老师 竟然也是周围青的追随者 甚至于还有一位 在凝行诗修为上 比云老师更加强大的存在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脏浪第一个单膝跪倒在地 和他一起来的其他十一人 也先后跪倒 脏浪沉声道 周老大 给我们施加契约封印吧 我脏浪 愿终身追随 周围青摆了摆手 道 不用了 你们都起来吧 脏浪以为他 因为自己的质疑发怒了 顿时心中大急 赶忙道 周老大 我们不是要质疑你什么 实在是因为这么多兄弟 一起跟过来 周围青笑了 微笑着摇了摇头 站在他身边不远的 林天熬右脚在地面上一躲 顿时 一股强烈的震荡力贴地传出 脏浪这些人的修为在林天熬面前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周围青看着他们 一个个有些失措的样子 道 脏浪 还有各位兄弟 你们在知道了 我被学院驱逐的情况下 还肯来找我 已经证明了很多事 我很高兴 你们都愿意做我的追随者 契约封印 固然是限制你们的好办法 但是 我想通了 我需要的 并不是一群贴身死士 而是一群兄弟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 我周围青的兄弟了 不用契约封印 如果你们哪一天觉得 我已经不值得你们追随 随时可以离开 做出这个决定 对于周围青来说并不艰难 尽管时间过去不长 但现在的周围青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刚刚进入斐力皇家军事学院时的他了 自信源于实力 正是因为有绝对的自信 相信自己 能够凭借实力 让这些人归心 他才不想再用什么契约 来限制这些人 听到兄弟这两个字 脏浪和他带来的11个人 都有些愣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情况 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 眼中流露出了几分担忧之色 周围青自然看得出 他们在担忧什么 淡然一笑 道 你们不用担心 没有契约封印 我就会忽视你们 在场的都是我的兄弟 在他们身上 也同样没有契约封印 一边说着 周围青随手一掌 就拍在了身边云丽的额头上 以云丽的修为 突然遭受到袭击 本来是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但是 他却发现 这一击自己根本没有闪躲的可能 他对周围青本就没什么防备 更何况周围青这一掌拍的时候 风之束缚 已经先落在了他的身上 现在的周围青 和他可是同样四处修为 风之束缚 这种风系高评价的限制性技能 落在云丽身上 他可不是那么容易挣脱的了 更何况 周围青也只要一瞬间就足够了 暗红色的光芒 从云丽额头上一闪而没 血迹暗之印记 就那么被周围青凭空抹去 围青 你 云丽呆呆地看着他 周围青呵呵笑道 骗人是不好的 所以 你是在场唯一一个有封印的 去掉了 我就不是骗人了 难道你非要做我的追随者 而不做我的兄弟吗 云丽哼了一声 很是不服气的道 没了封印 那我现在就走 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可脚下却没有丝毫要动的意思 看着周围青的眼神 也多出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林天敖站在一旁 面带微笑地看着周围青做这些事 心中暗暗点头 周围青的主导力和格局越来越高了 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不自觉地流露出那种人格魅力 就连自己这个比他要大上十几岁的人 都会不自觉地受到感染 更不用说 他那些同龄人了 脏浪扑通一声 再次担心 跪倒在周围青面前 他的眼中 闪烁着浓浓的感动 既是兄弟 也是死士 这八个字 他说的斩钉截铁 在学院里 那些贵族想的 只是如何利用他们 如何奴役他们 就算他们是玉珠师 甚至是天珠师 可什么时候 那些人会将他们当做兄弟看待了 周围青所做的这一切 没有保证 也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陈词 但就是那份淡淡的声音 却令脏浪的心完全沸腾了 其他十亿人 还不如脏浪心智沉稳 只不过 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而已 有了脏浪的带头 他们几乎是同时跪倒 而且是双膝跪倒 既是兄弟 也是死事 这一次 林天敖没有再震他们起来 周围青亲手将他们一个个都搀扶起来 他知道 自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班底了 抬头看看天色 刚过正午 周围青沉声道 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斐力城不能久留 一边说着 他朝着马群和乌鸦进去的房间喊道 你们好了没有 门开 当马群和乌鸦从里面走出来的那一刻 原属斐力战队的众人 包括林天敖在内 一个个无不瞪大了眼睛 而且是瞪大到眼珠子 都要掉出来那种程度 一向无比彪悍的乌鸦 此时正宛如小鸟依人一般 依偎在马群的怀抱中 马群搂着他的肩膀 一副质得意满的样子 看着乌鸦的眼神 也带着几分温情 最保用力吞咽了一口唾液 向身边的小四低声道 我没看错吧 这还是我们那砍人 比谁都快的乌鸦妹子 小四难难地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过 也就这兄弟的身材 能配得上他了 周围青笑了 看着乌鸦和马群的样子 他还怎能不知道 两人已经兵释前嫌 二位 先别秀亲密了 使得我们一起走 还是留下 马群嘿嘿一笑 道 当然是走 乌鸦也跟我们一起走 正所谓 夫唱夫随吗 不闯荡出一番声势来 我怎么好意思回家 我可不想让老爸 给揍死 这逃婚的事 乌鸦原谅我了 可我自己也原谅不了自己 我一定要证明自己 能够配得上乌鸦以后 才回去 那也是我迎娶乌鸦的时候 第115章 苦肉记 下 周围青磨鱼的道 你行了吧 你现在和乌鸦 可是天差地远 你可不要让乌鸦 为了等你追上来 而耽误了修为提升 马群怒道 老大 你就这么看我呀 难道我就不会努力吗 我的天赋 也是很棒的 周围青走到林天敖身边 拍拍他的肩膀 向马群道 心动不如行动 以后 林大哥就是你的老师了 跟他好好学吧 他会教导你 如何将纯防御 发挥到极致 好了 兄弟们 我们上路 说走就立刻行动 之前黑衣人的袭击 已经带给了周围青 相当的警惕 虽然他对自己 现在的能力 自信心十足 但是 他毕竟只有四株修为 众人中 天力修为最高的 反倒是小迷糊逗逗 要是真的来 一两个九株修为的 上位天宗 他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人数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永远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周围青 林天敖 马群 乌鸦 云梨 小四 小颜 最保八人 再加上脏浪十二人 一共正好是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如果是一起行动 就太容易引人瞩目了 因此 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后 二十人分成四组 每组五个人 分别离开 从不同的方向绕向城门 毕竟 第一波袭击才刚刚结束 就算是斐力帝国的人 要对付他们 只要没有封闭城门 就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再次发动 一个时辰后 二十人在斐力城外集中 没有购买马匹 全体不行 除了斐力城 在周围青的带领下 直奔东方而去 一边赶路 林天敖跟在周围青身边 向他问道 围青 你打算去什么地方 不回天宫帝国吗 周围青道 我们现在只有二十个人 回天宫帝国 也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是以卵基石 父亲给我创造了十年时间的机会 在这十年里 我必须要继续够 足以撼动百达帝国的实力 就算不能击败他们 也至少要能够救下父亲他们 斐力帝国已经盯上我了 在这里不会有任何办法 所以 我们必须要找一个 能够积蓄力量的地方去 建立属于自己的班底 林天敖想了想 道 那你要去哪里 周围青黑黑一笑 在战争中 才能最后机会 在战争中 才能最好地磨练我们自身 我本来的计划 是要到斐力帝国北疆投军 现在斐力帝国 既然已经认为我是个威胁 计划就只能改变 我们的目的地是中天帝国北疆 到那里去投军 找一个偏僻之所 积蓄力量 林天敖点了点头 道 好 就按你的安排吧 我们走一步看一步 参军 上阵杀敌 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对于周围青的提议 没有人有意见 就在他们出了斐力城 前行还不到武士力的时候 突然间 前方树林处 一团黑影从天而降 扑的一下 砸在了他们必须之路上 林天敖几乎是下意识的一横身 就已经将周围青挡在了背后 虽然还没有释放出 他的组合凝形盾 但也是一脸的警惕 斐力战队其他几人 也都是聚集在周围青身边 脏浪十二人 虽然修为一般 但千万不要忘记 他们都是斐力皇家军事学院 即将毕业的学员 而且都是最出色的平民学员 否则 他们也不会去反抗贵族学员的奴役了 十二个人瞬间分开 形成一个弧形 宛如众星捧月一般 将周围青等人护卫在中央 此时众人才看清 那落在前方地面上的 竟然是一具尸体 一名身穿黑衣的尸体 他的脖子似乎被拧断了 没有过多的鲜血 但也同样没有任何生命气息 出来 周围青锐利的目光 看向树林 他的龙摸镜 今天已经用光了 要是真的遇到强敌 还真不好办 嗖的一声 一道窈窕身影 悄然落在前方 当周围青看到他的样貌时 不禁大吃一惊 怎么是你 他的脸色 瞬间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那人撅起红唇 为什么不能是我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可是刚帮你们 干掉了跟踪的探子 你不谢我也就算了 还对我横眉冷目的 你有没有良心啊 站在周围青身边的云黎 疑惑地看向他 围青 这不是冰儿姑娘吗 没错 在云黎眼中 此时翘生生站在那里的 可不就是上官冰儿吗 但周围青却不会认错 因为 在那上官冰儿的右手上 正带着一只暗金色光芒 宛如水波般荡漾的护壁长 上官三姐妹中 周围青只见过上官冰儿 才有这样的宁形装备 上官雪儿有没有她不知道 但她可以肯定的是 上官雪儿 绝不会无聊地跑到这里 来帮他们杀死一个跟踪者 周围青一阵无语 这不是冰儿 这是她姐姐 上官冰儿 你来干什么 她一脸警惕地看着眼前这个 和自己深爱着的冰儿 像貌一模一样的女孩子 丝毫不敢松懈 她可是亲自验证过 上官冰儿有多么强力的 凭借她那近战能力 如果双方都在最佳状态的话 自己就算使用了龙魔镜 也未必能赢得了她 她的近战实力太强悍了 上官菲儿嘻嘻一笑 信不走到众人面前 眼看周围青认识她 脏浪等人也就褪开到一旁 斐力战队众人更是很清楚 周围青和上官三姐妹之间的纠葛 一个个忍着笑给上官菲儿 让开通路 上官菲儿一直走到周围青面前 才停下脚步 堂而皇之地道 我是为了三妹而来 周围青愣了一下 兵儿让你来的 干什么 难道说 兵儿是让你以身相许 暂时代替她来侍候我的 她总是能够在说浪话的时候 保持住一本正经的姿态 这门功夫 可是多年苦练成 上官菲儿俏脸上 顿时飞起两抹红韵 但嘴上可不肯认输 侍候你 你侍候我还差不多 我可是你的七姐 赶快叫声姐姐来听听 我是爱代表兵儿监督你的 以免你这家伙红信出墙 做出对不起我们家边的事 放屁 老子还有你监多 赶快走 想让我叫你一声七姐 等你们肯把兵儿嫁给我再说吧 周围青美好气地说道 上官菲儿哼了一声 走就走 我这就回去 告诉兵儿 就说你一情别恋了 爱上了天蝎叫那个小巫女 哦 还有那个雪神山的神圣天灵虎 变身的天 我妹妹真是好傻呀 身边一直有个第三者 变成母老虎 她都不知道 哼 我一定会在她面前 彻底揭露了你的真面目 让她看清楚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周小胖 你死定了 说着 上官菲儿扭头就走 当她转过身背 对着周围青的时候 脸上已经满是古灵精怪之色 浩描小魔女 强大的破坏力张显无遗 周围青张口结舌地看着她 要说别人搬弄是非 她或许还不信 至少别人搬弄是非的 杀伤力也不大 兵儿一定会相信她的 可眼前这上官菲儿 可是兵儿的亲姐姐 她还特意来找过自己一趟 这要是回去一说 兵儿岂不是伤痛欲绝吗 而且 以周围青对上官菲儿的认识 这妞绝对做得出这种事 等一下 周围青赶忙上前几步 一把抓住上官菲儿的肩膀 上官菲儿也没有挣脱 扭头看向她 拉拉扯扯地干什么 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她立刻就想到了 自己当初被周围青 夺走初吻的那一幕 顿时恨得有些牙痒痒 与其自然就带出了几分不善 周围青感受到这份不善 立刻就认为 上官菲儿是真的准备回去搬弄是非了 赶忙换上一副笑脸 甜甜的叫了声 姐 上官菲儿身体一颤 古怪地看着周围青 行了 我身上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 你装也要装得像一点行不行 周围青陪笑着道 姐 我错了 刚才我说的都是混账话 这不是刚在斐力城受了点委屈吗 情绪不太好 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就独身一个 哪有什么天和小巫女陪伴啊 我错了 你愿意留下来监督我就监督吧 我一定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 我有多么优秀 一定能够配上边的 看着眼前这个一脸陪笑 甚至还带着几分谄媚的周围青 上官菲儿不禁有些发愣 心中暗想 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当初 上官菲儿第一次见到周围青 被他抢吻了之后 恨不得杀了他 他可没有上官雪儿 那样的大局观 千方百计地混入了中天战队 为的就是要找周围青麻烦 在光影空间内 与周围青和小巫女一战 令上官菲儿很是郁闷 对方二打一竟然赢了他 但是 之后发生的一切 却牢牢地印在了他心中 对周围青的观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官菲儿永远也忘不了 周围青毅然决然地 挡在那头母龙前方的那一幕 当他义正言辞地说出那番话时 上官菲儿仿佛感觉到 自己是在看另一个人似的 这还是那个抢吻了自己的男人吗 第116章 加入 上官菲儿 上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那一瞬间 上官菲儿对周围青夺走自己出吻的怨气 竟然自行消散了 在那个时候 他也完全忘记了 自己是中天战队的一份子 完全应该是为了中天战队着想 这是一个真正有担当的男人 为了自己的信念 不惜任何代价 或许有人会觉得 那个时候的周围青很傻 竟然帮助万寿战队 去对付中天战队和宝破战队 但上官菲儿却不是那么想 他本就有些叛逆 更有些古灵精怪 内心之中最喜欢的 就是周围青这种敢做敢当有魄力的男人 尤其是 周围青又是他第一个遇到的这样的男人 更夺走了他的初吻 那一次 周围青在他心中 就像是埋下了一颗种子 以至于在离开光影空间后 上官菲儿 可是没少在父亲和大伯面前 给周围青说好话 这也是浩渺宫 最后对周围青那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围青突逢家辩 带着斐力战队离开 上官菲儿之前 虽然被关了一段时间禁闭 但他毕竟是浩渺宫的蠢 早就被放出来了 周围青他们一走 他也就跟着溜了出来 雪天也来了个离家出走 暗中跟踪在斐力战队众人身侧 以他的修为 不想被斐力战队发现 那还不时轻而易举的事吗 当周围青在家中遇袭的时候 上官菲儿 就已经准备出手了 但他还是暂时忍耐住 因为他想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看 周围青的实力 究竟怎么样 于是 他看到了四诸级别的周围青 更是看到了 他在面对八名尚未天尊以上 修为敌人的时候 那份果决 狠辣和强悍 以一击之力 硬是干死了对方八人中的四个 而且还凭借龙魔镜让 另外四个尽可能地失去了战斗力 尽管上官菲儿可以肯定 如果是换了自己 击杀那八个人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也肯定无法全身而退 尤其是在一对八的情况下 无法保证对方不逃逸 自己可是圣地出身的天才及天诛师啊 上官菲儿 虽然平日里贪玩了一些 但是在修炼上 也是相当刻苦的 之所以逊色于上官雪儿一些 主要还是因为 浩渺无极套装太过强大 现在的上官菲儿 天力也已经高达二十六种 距离二十八种的七珠境界并不远 可就算是这样 他自问在同样四珠修为的时候 自己肯定不是现在的周维钦对手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天赋的差距 没错 就是天赋上的差距 周维钦的几个天赋 实在是太拟天了 虽然他不知道 这来源于按摩鞋神虎 但也更让他对周维钦兴趣十足 所以 上官菲儿决定 就跟着周维钦 在外面的世界好好玩玩 刚才帮他们解决了追踪之人后 不愿意再隐藏身形 这才现身出来 上官菲儿的眼神 在周维钦身上瞟了瞟 义正言辞的道 我会好好监督你的 要是你敢做出什么 对不起边儿的事 我就对你不客气 看着上官菲儿 周维钦真是大为头疼 他宁可和上官菲儿打交道 也不愿意和这妞打交道 他是出身于浩渺宫的 要是一直跟着自己 那自己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去干什么 恐怕浩渺宫都要知道 上官菲儿最多就是一脸 谁欠了他前世的冷俊模样 可这妞不一样 从他能一容改扮 跑到光影空间里面去对付自己 就能看出他有多么难缠了 周维钦无奈地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出发吧 再次启程之后 周维钦才知道 什么叫做痛苦 上官菲儿也是极少离开天珠岛的 就算是离开 也只是在中天城中 离家这么远 这还是第一次 之前跟着周维钦他们 他也不怕迷路 此时走在路上 他那好奇的眼神就没有消失过 看到什么 都要问问周维钦 叽叽喳喳地不停 原本打算好好计划一下 此次行程的周维钦 被他馋痛不欲生 可偏又不能得罪 其他人可没有帮他分担一下的意思 不在旁边偷笑 已经是不错了 一路远行 足足走了半个月 当周维钦开始越来越适应 身边有个整天 问着问那的上官菲儿时 他们已经渗入到了中天帝国内部 继续向北疆行进 一行21人 在一处分岔路口处停了下来 周维钦摊开地图 其他人站在他身边 地图是在路上买的 买的是最详细的那种 花了足有十个金币 羊皮质地 坚固耐用 而且注视得非常详细 要说修炼 肯定是元属斐力战队 这些天诛师的实力更强 但要说看地图 行军打仗 他们可就要比赃浪这些出身于 斐力皇家军事学院的学员 差了许多 赃浪站在周维钦身边 和他一起看着地图 指着前面的岔路道 前面这两条路 都可以前往中天帝国北江 左边这条要穿过一片 名为魔鬼森林的地方 但却要进上骑马三 四天的路 最多只要五天 我们就能抵达中天帝国北江了 右边这条绕远了许多 但都是官道 相对好走一些 按照地图上的标识 左边这片魔鬼森林中 是有天兽出没的 如果是文拓起见 我建议走右边这条路 虽然远一些 但路好走 实际赶路的话 最多完两天就能抵达目的地 位于中天帝国北江的天北城 走左边 走左边 上官芬兴奋地雀跃道 他怎么会怕天兽呢 以他那唯恐天下不乱的性格 有情况才好呢 林天敖眉头微皱 道 只是不知道 这魔鬼森林中 生活着的是什么样的天兽 以他们这些人的修为 只要不是遇到天王级的天兽 基本都能应付 为了快速赶路的话 显然是走左边更划算一些 虽然周围青没说 但林天敖也知道 周围青当然是希望 能够尽快抵达目的地 然后进行他的计划 能节省一些时间 总是好的 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周围青身上 他才是最后真正能决定做主的人 所有人都在等他的意见 如果只是斐力战队的话 周围青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走左边的路 直接闯入魔鬼森林之中 这样 不但能够从天兽身上得到一些好处 而且 也能加快行动进步 但现在情况不同 还有脏浪那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中 除了脏浪自己是三猪修为天猪师以外 其他人都只不过是体猪师而已 修为都在三猪到四猪左右 体猪师的三 四猪修为 可远远不能和天猪师相比 天猪师不只是双属性 而且天猪师的天猪提升 需要四重天力 才能增加一猪 而体猪师和一猪师 却只需要三重 也就是说 其他这些人 但论天力修为 都没有一个能比得过周围青的 一旦遇到强大的天兽 尤其是擅长偷袭的天兽 很难保证没有伤亡 周围青看中这些人 看中的当然不是他们的战斗能力 而是在军事上的天赋 能考入斐力皇家军事学院中的 平邻学员 除了像马群那样 完全依靠天猪师身份进入的以外 哪一个不是精彩绝艳之辈 有了这十二个人 就相当于多了十二个军队指挥者 这些人对周围青来说都是宝贝 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未来 发挥出强大的作用 绝不能让他们去死 周围青思考片刻之后 终于还是压制住了 心中前往魔鬼森林的欲望 沉生道 就按脏妄所说 我们走右边 加快一些速度 也晚不了多少 喂 你不是这么没胆吧 上官菲儿没好气地说道 周围青瞥了他一眼 道 你自己实力强 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强 我们这么多人 都是我的兄弟 我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他们选择追随我 我怎能让他们去轻易冒险 此言一出 那些从斐力皇家军事学院 跟过来的学员们 无不是眼中流露出感激之色 要是前往魔鬼森林的话 他们心中多少都有些胆寒 毕竟 在实战方面 他们并不擅长 上官菲儿撅起小嘴 道 能有什么危险 难道你不知道 在我们中天帝国内陆 是根本没有强大天兽存在的吗 嗯 周围青疑惑地看向他 上官菲儿乃是浩渺宫小公主 对于中天帝国的情况 自然要比他们 这些外人了解得多了 上官菲儿道 在我们这片大陆上 所有强大的天兽 几乎都在万寿帝国境内 在其他任何国家 都是很难见到天王级以上天兽的 你在天珠岛上看到的那些强大天兽 其实都是我们浩渺宫先辈 进入万寿帝国抓捕回来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强大天兽都会在那边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我们中天帝国境内 最强的天兽 也只不过是上位天宗修为而已 以我们这些人 只要行动的时候小心一些 一个魔鬼森林算什么 只要不碰到天王级天兽 根本不需要有任何惧怕 第116章 加入 上官菲儿 中 而且 魔鬼森林这个地方我听说过 因为这里盛产一种特殊的天兽 名叫魔鬼马 乃是一种群居的下位天尊级天兽 这种天兽自身的修为 虽然不算很高 但却是最好驯化的一种 我就有驯化它们的方法 要是有了魔鬼马 最多三天 我们就能抵达帝国北疆了 魔鬼马本身的耐力极好 而且最擅长的就是冲锋 体格极其健壮 在我们中天帝国的北方军团中 专门就有一个军团 名叫魔鬼众旗军团 也只有这个军团 能够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 与万寿帝国的军队相抗衡了 而且 它们那些魔鬼马 还是人工训养的 和野生的可没法比 听了上官菲儿这一番话 周围卿顿时怦然心动 要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只 遵级天兽坐骑 那么 先不说实力的提升 但是速度方面也能好得多 尤其是未来上了战场之后 一批好的坐骑 对一名将军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魔鬼马好抓吗 周围卿问道 上官菲儿见他动心了 不禁心中暗笑 还好吧 对我们来说不算难抓 魔鬼马本身是没有远程攻击技能的 之所以能够被评定为遵级下位 主要就是 因为它们的身体 在魔鬼马身上 长有一层黑色的角质鳞片 覆盖全身每一处 能够轻而易举的防御强攻禁弩 再加上它们的速度 耐力和再重优势 可以说是当时马皮类坐骑中的 最佳选择了 周围卿顿时犹豫了 目光看向脏浪等人 眉头微皱 上官菲儿的身份 这些人现在已经都知道了 连出自于浩渺宫的他 都对魔鬼马赞不绝口 可见这种天兽 是多么适合充当做齐了 一时间 众人眼中都不禁流露出几分兴奋 灵天熬向周围卿道 围卿 如果真的没有碰到天王级以上天兽的可能 我们确实可以试一下 周围卿缓缓点头 他自身就有着一个极大的优势 凭借着邪魔变散发出按摩鞋神虎的气息 能令等级超过他不太多的天兽 自行臣服 以他现在的修为 加上身体的二次进化 震慑下未尊级的天兽是足够了 略作思考之后 周围卿下定决心 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走魔鬼森林 不过 阵型要改变一下 大哥 你在前面 负责正面防御 菲儿 你在后面 负责整个后防 云林 你激动行事 哪边遇到危险 你就救援哪边 林天熬点了点头 上官分儿 更是兴奋地笑了起来 放心好了 有我在 谁从后面偷袭 都会被我干掉的 周围卿没理他 继续道 乌鸦 你在左侧 最保 你在右侧 其他人在中央 小四 你负责探查 小妍 我们两个居中侧意 脏浪 你带着其他兄弟 围住我和小妍 一旦遇到敌人 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不要主动出手 明白吗 是 脏浪恭敬地答应一声 马群不干了 凑过来道 老大 那我呢 周围卿瞥了他一眼 道 你和乌鸦在一起吧 马群一脸郁闷地道 老大 你不会是 让他保护我吧 我的实力可是很强的 这几天在路上 他向林天熬学到了不少东西 当然 他现在的修为还不足 尤其是周围卿等人 还没腾出手 来帮他制作宁形盾牌 所以 论修为 他还不如脏浪 就算是加上属性 和身体上的优势 最多也就是和脏浪 差不多而已 你很强 所以我才让你保护乌鸦啊 周围卿 嘿嘿笑道 做出了安排之后 众人休息了一会儿 吃过干粮后再次上路 顺着左边的小路 直奔魔鬼森林而去 日正当中 空气十分干净清爽 在阳光的照耀下 急速赶路的众人 都有一种全身暖洋洋的感觉 大约行尽了一个时辰的功夫 小路的尽头 前方一片茂密的大森林 已经呈现在他们眼中 十分奇异的是 这片森林中的树木和树叶 颜色都要比普通的树木 要深一些 看上去呈现为墨绿色 有风吹动的时候 就像是一片墨绿色的海洋一般 带出几分阴森之气 魔鬼森林 正是以此得名 来到路尽头 一块牌子出现在众人眼前 魔鬼森林 天兽生活之所 魔鬼森林核心 有强大天兽出没 万物侵入 下面的落款 是中天帝国 强大的天兽 周围卿看向上官菲 上官菲儿不以为意地道 那是对普通人而言 你是普通人吗 周围卿本就不是一个 爱犹豫的性格 来都来了 难不成还原路返回吗 而且 他对上官菲儿的话 也相信几分 沉声道 我们入邻 大家的队形 尽量保持紧凑 小迷糊 你就在我身边 如果有危险出现 你要帮大家防御 哦 小迷糊有些 无精打采地回答道 总是快速赶路 让他兴致缺缺 周围卿凑到他耳边 用充满诱惑的声音道 要是达到了野味什么的 我就做烤肉给你吃 好不好 听他这么一说 小迷糊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朝着周围卿连连点头 云黎站在一旁 哼了一声 道 老板 你总是这样诱惑小孩子不好吧 周围卿看看云黎 再看看小迷糊 道 你不是应该 嫉妒他的天赋才是吗 怎么反护着他了 云黎的脸色竟然一红 道 人家是小女孩 而且又那么单纯 我护着他一些 还不应该吗 周围卿惊讶地看着他 老云 你不会是看上小迷糊了吧 放屁 懒得理你 云黎怒道 不过他那样子 怎么看都像是瑟琳那人 周围卿嘴角处 流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看上就看上了吗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怕什么 像小迷糊这么单纯的女孩子 可是独一无二的 想找第二个都不可能 老云 你可要努力了 尤其是要努力学做饭才行 想要小迷糊喜欢上你 就一定要他的卫先喜欢你才行 小迷糊逗逗 看看周围卿 再看看云黎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周围卿看着眼神 有些珍重的云黎 道 你不需要懂 不过 我相信 以后老云 会给你弄来不少好吃的东西 走了 我们出发 保持对性 看着周围卿 云黎心中暗暗赞叹 这家伙的观察能力太强了 自己只是稍微流露出一些迹象 就让他看出来了 没错 周围卿猜得很对 云黎确实是喜欢上了小迷糊逗逗 这些天 大家在一起赶路 由于之前逗逗 在斐力城表现的那一首宁行绝技 云黎对他 就格外留意起来 越是接触 云黎就越喜欢逗逗的性格 单纯的没有任何杂志 就像是一张白纸似的 除了吃以外 他也没有其他什么爱好 每天也很少说话 对食物也并不挑剔 只要有的吃 他就是一脸幸福的样子 云黎特别喜欢看正在吃东西时候的小迷糊 这几天 他发呆的次数 明显比以前要多得多 对于云黎的好感 小迷糊自然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依旧是老老实实地跟在周围亲身边 他虽然贪吃 但老实交代的话 他却记得很毛 走进魔鬼森林 第一个感觉就是温度上的变化 这里的温度明显要比外面低了许多 在天气较为炎热的时候 森林中一般都会有这种感觉 茂密的植物会令温度下降不少 但在这魔鬼森林中 感受尤其明显 至少要相差五度以上 虽然从外面看 魔鬼森林显得有些阴森 但真正地走进来 众人却都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里的空气不但清新 而且还带着几分湿润 深呼吸几次 感觉体内的所有烦躁和疲劳 都会随之消失似的 十分舒爽 不用周围清说 小四的身影就已经悄然消失了 在前方探路 众人前行的速度降低 朝着魔鬼森林深处行进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还有些小心翼翼 毕竟在这里是有天兽出没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份小心也渐渐消失了 天兽出现是有 但数量却并不多 而且也并不如何强大 大多都是一些师级和尊级的存在 任何一方的防御 都足以将其轻易解决了 周围清手持黑尘弓 不断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因为是赶路 他不可能总是释放着 自己的霸王弓在外面 那样会持续消耗他天力的 有着黑尘弓 对付一般的情况是足够了 两个时辰后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 周围清下令 就地扎营 安营扎寨也是很有学问的 脏浪和斐力皇家军事学院的学员们 负责了这项工作 选择了一处比较高的坡地 并且砍断了附近的一些树木挡在外面 这样第一可以让视野更加开阔 同时 有外面那些树木进行阻挡 就算是遇到天兽袭击 也能起到一些缓冲的作用 第116章 加入 上官菲儿 下 林天敖等人看着脏浪他们在忙活 都不禁暗暗点头 脏浪这些人的修为 在他们眼中自然不算什么 但是 此事负责安营扎寨 却是井然有序 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非常好 不愧是斐力皇家军事学院的高材生 一对一这些人不行 但如果双方都是带兵的话 林天敖可以肯定 自己这些出身于天珠学院的学员 绝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在赞叹这些学员实力的同时 他也更加赞叹于周维钦的能力 能够让这些人心悦诚服地跟着他 这就是本事啊 周维钦还不到20岁 就已经有这样的人格魅力 等他年纪再大一些 究竟能成长到什么程度呢 很快 营地就已经弄好了 路上他们买了帐篷 此时都已经搭起 没有点燃明火 只是拿出了可以直接食用的干粮 上官菲儿凑到周维钦身边坐了下来 偷眼向这未来的妹夫看去 周维钦坐在那里很安静 目光平和 神态若有所思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 周维钦都算不上一个帅哥 但他高大健壮 而且渐渐有了成年男人 那种特有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自己实力分明强过他 可似乎坐在他身边 上官菲儿却有一种 自己被保护着的感觉 这种感觉 对他来说很奇异 如果这时候 是上官兵儿在周维钦身边 那么他一定会紧挨着周维钦坐下来 靠在他坚实的肩膀上 去享受这份宁命 但上官菲儿却不行 尽管是一母同胞 但他性格活泼好动 坐一会儿还行 时间长了他很自然的 就坐不住了 喂 我们来练实战吧 上官菲儿碰了碰周维钦 实战 周维钦一脸警惕地看向他 想报复我 对上官菲儿的实力 他可是深有戒心的 上官菲儿微称道 你怎么总是 把人看得那么坏 怎么说 夜是我未来的妹夫 我报复你干什么 人家只是想和你切磋一下而已 你不觉得 你的近战能力 其实很弱吗 周维钦一脸无语 弱 会说自己近战能力弱的 恐怕也只有上官菲儿了 不过 和他这拥有双体珠的天珠师 比近战能力 自己的近战能力 确实是弱得很了 对于这一点 周维钦是相当佩服上官菲儿的 单纯的近战 他绝不可能是上官菲儿的对手 要是能和他多学习一些近战的技巧 对自己显然大有好处 现在不是时候 你也不看看地方 这里是魔鬼森林 随时都有可能会碰到天兽 万一天兽突然袭击 我们的天力都消耗光了怎么办 周维钦说的是事实 在众人中 实力最强的自然是上官菲儿 仅次于他的 就是周维钦和林天敖了 虽然周维钦自身的实力 在整个团队中不是最强的 但作用却是最重要的 不但要居中协调 而且他拥有多种限制类技能 凭借着这些限制性技能 他能够大幅度地提升 整个队伍的整体实力 上官菲儿嘻嘻笑道 没关系 我们不用天力切磋就是了 本来练习近战 也不能使用天力的 就凭肉体的力量和能力如何 肉体 听到这两个字 内心一向邪恶的周维钦 眼睛顿时亮了几分 目光落在上官菲儿身上时 明显有些不怀好意 混蛋 你在想什么呢 上官菲儿 顿时被他看得脸红了 这个混蛋 怎么总是看那些修人的位置 真不知道 冰儿是怎么喜欢上他的 你是不是男人啊 来不来 痛快点 上官菲儿气冲冲地道 周维钦哼了一声 道 来就来 我们走远一点 说好啊 不能使用天力 以及任何凝行 踏硬技能 他心中暗想 自己难道还怕了他不成 论修为虽然不如他 近战技巧 也肯定是上官菲儿要强一些 但周维钦对自己的力量很有信心 他深信 一力降实惠的道理 尤其是想到自己那套装备 恨地无环这四个字的称号时 那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 上官菲儿站起身 就像一旁的树林中走去 周维钦向林天敖打了个手势 示意自己就在旁边不远处 然后才跟了过去 周维钦刚刚走入森林之中 就听上官菲儿喊道 我来了 还没等周维钦内心一迎一下 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暧昧寒意 一股淡淡的清香已经突面而至 上官菲儿是直接朝着周维钦扑过来的 没有了护臂找的他 一双纤细的小手 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威胁的 他的双手同时抓向周维钦两侧肩膀 整个人就像是汝燕头怀一般 再配上他刚才那三个字 给周维钦的感觉就是头怀送抱 来吧 周维钦黑黑一笑 恬不知耻的还回了一句 他自问协调和柔韧远不如上官菲儿 索性也不闪躲 只是抬起双手 朝着上官菲儿的双手架去 打算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取胜 眼看四手相接 突然间 上官菲儿的动作变了 他的身体微微向下一蹲 原本抓向周维钦肩膀的双臂顿时一沉 周维钦的应变也不慢 脚下赶忙后退半步 然后双手手肘向下 打算去砸上官菲儿的双臂 让他无法近身攻击到自己 上官菲儿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他本就是和上官菲儿一模一样的容颜 再加上此时 他笑得又那么甜淡 简直就像是上官菲儿就在眼前一般 周维钦心中意软 下级的双肘顿时卸掉了几分力量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上官菲儿却发动了 他的脚步没变 但上身却突然后仰 后仰幅度不大 只是将他的上半身向后带出半尺而已 但是 他的双手却已经改抓为撩 闪电般的一抖腕 双手都是食指和中指 正好抽击在周维钦的手肘上 人的手肘是非常坚硬的 但是 在手肘骨骼中央的位置 却有一处麻精 平日里 如果是不小心碰到 都会全身酸麻半天 更何况是上官菲儿蓄意地抽击了 周维钦只觉得 整个人就像是触电了一般 双臂顿时就软了下来 上官菲儿这时候才一个进步 双手同时扣住了周维钦 没有力量支撑的手腕 手指捏在他腕脉上 令周维钦的麻痹 由双臂变成了全身 紧接着 上官菲儿就借助周维钦 无法用力的这一刻 拉着他的手腕猛然后跳 同时 整个人向后倒去 右脚抬起 蹬在了周维钦胸口的肌肉处 搜的一下 周维钦整个人 就被这一下兔子登鹰 给猛然摔了出去 碰 飞出足有四 五马 周维钦的身体 才重重地撞在树干上 才缓缓滑落下来 在没有使用天理的情况下 以周维钦的强壮 被摔上这么一下 自然不会有事 可就算这样他 也是被摔了个七荤八素 上官菲儿嬉戏一笑 转过身 巧笑奄然地看着 他从地上爬起来 向他摇了摇手指 似乎在说 比近站 你不行 周维钦怒哼一声 右腿猛然发力 整个人就像一头猛虎一般 恶狠狠地 朝着上官兵儿扑了过来 这一次 他吸取了刚才的教训 双手是收在胸前位置的 同时运起全身力气 肌肉紧绷 眼睛更是紧盯着上官菲儿 好在第一时间做出变化 上官菲儿眼中 流露着脚狭的笑意 面对周维钦 宛如恶虎扑石一般的冲击 不退反镜 右腿猛然抬起 右脚宛如战斧一般 直接朝着周维钦 当头劈去 整个动作无比协调 柔韧与力量的完美结合 眼看着上官菲儿的脚落下来 周维钦连躲都不躲 在这个时候 他还不忘记幻想一下 要是上官菲儿 施展着高劈腿的时候 穿的是裙子 那会是怎样一番风光呢 碰 上官菲儿的右脚 狠狠地砸在了周维钦左肩上 疼得周维钦一阵呲牙咧嘴 虽然上官菲儿的体重能力中 没有力量这一项 但他毕竟有着六株级别的修为 身体的增幅 令他力量也是相当不小 不过 挨上一脚周维钦是故意的 他知道 以上官菲儿的柔韧和协调能力 正常情况下 自己根本没办法对付他 因为是故意挨上去的 因此 周维钦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预判 当上官菲儿这一脚 砸在他肩膀上的一瞬间 他已是出手如垫 双手同时抓住了上官菲儿的小腿 如果是没有踢中 上官菲儿的硬变 肯定能够让他闪躲开周维钦的手 但当他的脚砸在周维钦肩膀上时 肩膀肌肉传来的反弹力 自然会令他的动作略微迟滞一下 也正好就是这一瞬间的差距 才能让周维钦得手了 虽然隔着裤子 但当周维钦的双手抓住上官菲儿的小腿时 感受着那滑腻肌肤 隔着裤子传来的惊人弹力 他还是震惊了 上官菲儿和上官边是亲姐妹 还是三胞胎姐妹 相貌也是一模一样 但这身体的触感却截然不同